大家好 今天是11月5号星期日 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 投资者不应急于宣布抗通胀任务的结束 或者说抗通胀已经完成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警告称 应警惕金融市场中洋溢着的 有关美联储实际上 以赢得抗通胀战争的乐观情绪 人们有点太急于宣布 我们已经实施了全部所需的货币政策 萨默斯表示 我们本周看到了非常戏剧性的反应 美国国债和股票上涨 这让我不像许多人那样 确信遏制通胀的任务已经完成 战争已经结束 萨默斯也再度批评近年来的美国债券发行管理 我认为过去几年我们的债务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 萨默斯说 并特别提到了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 通过量化宽松 美联储创造了银行准备金来购买当时收益率较低的长期美国国债 如今美联储为这些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远高于其从债券投资组合中获得的收益 对于联邦当局来说 他们实际上将长期债务换成了短期债务 萨默斯表示 一个在2021年利率较低时转而采用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家庭 今天会后悔当时的决定 美联储政策的连锁反应是他现在不再每年将约1000亿美元的收益转移给财政部 这一转变导致财政赤字恶化 萨默斯说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关于债务管理的想法 周五的数据显示 美国十月份就业增长放缓程度超预期 薪资增长放慢 失业率上升 随后美股和美债扩大涨幅 不过萨默斯称这些数据并非决定性的 劳动力市场不像几个月前那么火热了 萨默斯表示 但我仍然高度怀疑它是否与2%的持续通胀目标相一致 萨默斯还批评美联储官员 明确表示较长期美债收益率的上升 实际上削弱了再次加息的理由 鲍威尔上个月表示 美债收益率上升可能会在边际上降低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 萨默斯说 我对美联储想法的核心要素没有信心 他表示 如果收益率因政府举债或投资增加而上升 这并非宽松立场的基础 萨默斯称 如果是期限溢价导致收益率上升 这种现象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有多大 尚不清楚 这位前财政部长还抨击 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削减美国国税局的预算 来为援助以色列的一揽子计划提供资金 他说 这种愚蠢的做法只会增加赤字 因为获得的收入将减少 白宫威胁要否决该法案 而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也遭到反对 马斯克旗下XAI发布首个AI大模型产品Groke XAI将发布其首个人工智能产品Groke 能进行绘画式问答 还能实时抓起X平台的内容 马斯克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正在推出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其中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能够实现抓取平台的内容 关于Groke的细节还不明确 但马斯克在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 将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 以挑战市场上已经大规模存在的大模型 我会从一种我称之为猝死GPT的东西入手 它是一个最大程度上探寻真相 试图理解宇宙本质的人工智能 我认为这可能是实现安全的最佳途径 因为一个关心了解宇宙的AI不可能毁灭人类 因为我们是宇宙中有趣的一部分 之后就有媒体发现 马斯克创立了一家名为XAI的AI初创公司 其员工来自OpenAI、DeepMend、国歌研究、微软研究、特斯拉以及多伦多大学 马斯克曾多次对OpenAI的GPT提出意义 称其基本模型具有极强的偏见和觉醒 他曾表示 XAI的总体目标是构建一个联好的人工通用智能 其首要目标是理解宇宙 构建人工智能的最安全方式是制造一个极端好奇和寻求真相的人工智能 今年9月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透露 XAI已经签署了一份合同 将在甲骨文的云平台上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 好 那么周六我们分析到了英伟达 我们继续分析美光科技的周线图 美光科技的周线图 看起来似乎震荡行情要选择向上运动的概率在增加 我们重新画一下它的技术线 我们看到近期有阻力区在这里洗盘洗盘洗盘 那么在本周也是强劲的反攻 按照之前的预期是假设它继续震荡 也就在下方的支撑区选择做多 同时感受到本周后几天多头的强劲 那么多头应该更有信心去做多 那么看这样子 接下来有可能要去突破上方的一些 就当前阻力区去运动到下一个阻力区 甚至更高的位置 这就相当于一个横向的洗盘震荡了 那么近期可能的趋势线 稍微画几个 怎么画都行 这么画也行 尽量让更多的K线触及到这线就行了 这样的话上行的概率看起来更偏大一点 但是我们之前表达过这种图 就不太喜欢太磨叽的图 你看这是周线 对吧 周线就这么多 但是在技术会上仍旧有向上的可能性 这个图我们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后续会创历史新纲吗 看这样子会 看这样子像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你看它实际上近 这是多少个月 从6月份开始到现在 到这这半年以来的一个震荡啊 5月多 5月底 到这终于有突破的迹象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稍微整理一下啊 就可能继续走起来 这个呢 就是一个大型的上涨中继了 好 这是美光科技 你看很多图震来震去的最后选择向上破位 也表明多头回归了 是吧 很多图在更低的一些位置震来震去 最后选择止跌也表明又要摆脱底部了 对吧 还有一些龙头骨 这来震去最后还是选择恢复多头 表明啊 这个接下来又要走多头不断了 好 我们看一下一个热门骨 shop shop的图也是啊 这个这道什么呢 超超超超乎寻常啊 超出人们的意料啊 属于意外 你看本周的周向也是强劲的极限反转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只能恢复去看多了 我们把这些线删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近期 他在这里洗了个大盘 在这里有触点 我们画一个支撑区 最下边可以画一个支撑区啊 在这画一个 就画这吧 那么这样的话 上一波的多头波段到这儿是吧 这一波啊 可能要重新的启动啊 那么 其实画画这个趋势线效果不好啊 这么画 已经最低点这儿跟这儿一连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将去突破这个位置 这是周线级别啊 说周线级别出现这么大的阳线 那肯定是多头更有信心啊 好 那么更高位的阻力区呢 我们找一找啊 这些位置都有可能有停顿啊 我觉得最高位置在这儿 130一带 现在是60吧 可以翻一翻了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对吧 它其实啊 我们说过啊 第四五浪非常的复杂啊 123 45啊 这是一个四浪 我们从这个K线的数量来说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四浪反弹啊 因为太多了这K线 所以呢 就把它当做一个四浪 然后五浪跌下来 那么在本周周三开始止跌 但是随后猛烈的突起来了啊 好 那么对于多头来说啊 就是怕追高嘛 所以下周呢 我们要关注这里停顿的情况 如果仅仅是类似这种啊 回撤 这种这种级别的回撤啊 那么应该继续做多啊 去挖掘更高的一个利润空间 对吧 从这个点到这是100%多啊 那么实际上可能会有回落哈 下周早就时候啊 也就大概翻一翻的这种可能性 还是有啊 这个是偏乐观的一种情形 那中性一点就先 先运动到这个高点这啊 其实一这一带对吧 先涨10块钱啊 涨上去之后啊 发现阻力区越来越弱啊 就可能继续冲高 好 会不会大暴跌一下呢 我估计空头呢 应该信心不是太强吧 特别是大盘也那么反转 所以啊 这个周一周二 我们再看一下空头反攻的一个力度 应该不会太大哈 空头 好我们看一下 ATI的周线 那么它的周线和刚才的图是类似哈 那么长长的多头趋势啊 被向下破位之后啊 估计呢 要在这个位置啊 整理一段时间啊 我们把支撑区就放在这里 那么过去两周啊 是一个强劲的反转啊 反弹啊 看周线是这样哈 但周线呢 上方遇到阻力区啊 这个位置是一个潜在阻力区 更高的一个位置 画一个 我们看一下日线 其实跟刚才那图挺像啊 都是非常迅猛的去反转 我们不妨就直接画多头趋势线 那么下周啊 是不是要在这里看洗盘的情况 然后啊 看看能不能凸上去 穿上去呢 将去摸47块9这一带的阻力区 之后呢 就更高的位置 在历史上是99一带 也在100元一带啊 对吧 你看历史 那么我们再回到周线图感受一下 我们把周线图的这个大型下跌趋势线画到这 你会感到他 此轮上涨是一个长的上涨周期 是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大型的洗盘啊 走起来飞起来 去测试历史高点的概率也是有的吧 99这一带 好 那么41到99也100%多吧 好 当然那是较长远的一个未来了 那么我们日线图呢 要关注啊 接下来在这阻力区停顿的情况 如果空头不能强势的入场 也不能持续的强势 那么多头呢 应该继续进场 你看这些空头啊 小空头对吧 就有下影线 都说明啊 空头不够强势 你看周五这个也是空头不就不够强势哈 想往下砸 但是又弹了起来 那么后续呢 上行的概率啊 就会提高 好 这是这个图 我们看一下88 88这个图的周线图感受一下 周线图呢 在此轮的抄底过程中啊 市场迟迟不启动 也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对吧 那么最终呢 我们看到技术位上呢 是在这个潜在头肩大底的肩膀位置进行震荡 那么虽然过去两三个月又落下来 但是整体上还是在这附近啊 他不选择持续性的暴跌了 说为什么呢 我们看 最低点的这儿 第一大浪上去了吧 第二大浪落下来 哎 没有创低点 对吧 多头看到没有创低点 他怎么看到没有创低点呢 他看到阴线变小了 我们说空头必须得持续 而且得强劲的持续啊 持续的强劲 是吧 你得强 你看他变弱了变小了啊 而且跌了这么多根 都没有跌穿这个肩膀位置啊 那么多头顺势尝试了一下 但是呢 又跌了回来 你看跌到这肩膀这儿 空头又小了 是吧 对吧 这又来了两根 但是呢 又被多头反转哈 所以这肩膀位置 这有可能真的是潜在的肩膀 是吧 啊 那么只要他是肩膀的位置 对于多头来说 止损空间非常的小啊 包括啊 这两周的K线啊 都再次触及到这个肩膀 是吧 这两周的多头K线又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空头怎么就不砸破呢 他不想砸了呀 是吧 只有这一个解释 他不想砸了 啊 啊 那么多头的止损就放在这附近啊 80一带就可以了 78的80一带这位置 说应该做多吗 应该还是维持做多的思路啊 他什么时候启动 感觉快了啊 嗯 但是咱们猜不透哈 我们就知道啊 在该尝试建仓的位置 应该尝试建仓 至于什么时候启动 那就交给 交给一切吧 这一切呢 就是到底是最终是什么驱动起来的 有的人觉得是那个 有的人那个啊 反正交给他吧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日线呢 在周五尝试去突破这根下地趋线 是吧 哎 这就是第一次尝试突破啊 这样的话啊 接下来一周呢 我们再看看这里止跌的情况 那么如果空头 不能强劲的回归啊 那么就只能做多啊 是吧 待跌往哪跌呢 是吧 好 这就是前代的投资大底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那么接下来呢 这位置呢 呃 我们哎 这个空举啊 我们看一看啊 到这个前代的景线位置 大概40%的空间 是吧 叙事 叙事 反攻 再叙事 哎 再反攻 是吧 去测试这个景线 那么一旦走起来啊 那就不得了了 对吧 那么更高的阻率区呢 啊 在这些位置啊 或者更高啊 都是有可能的 啊 头肩的头肩底的一个 等距离位嘛 我们把这线拉开 你就看到了 头肩底的等距离位 大概就这样 也不能太太理想化啊 大概差不多了 目测就行了 哎 那么这样的话 啊 一旦启动哈 第一位置就是中间这个横线 第二个位置就是这儿 150%啊 嗯 说八八可靠吗 不知道哈 一切都有可能啊 我们只是说 在一些技术位呢 我们用线段画一个肩膀吧 这样就省得调那个长的趋势线了 这样 是吧 只能说啊 在这技术位呢 多头应该还是能就常是做都哈 我估计大家也没有怎么亏 对吧 就是一直在这阵嘛 只要啊 吃糖之后发现 他不愿意升跌 不愿意持续的暴跌 那这就可能就是个前代的底 啊 特别是在大型下跌圈右侧的时候 什么时候启动啊 交给天啊 交给老天 好 我们看一下AMC这个图的周线图 那么这个图的周线图 我们上次分析过一次哈 就说 他有可能去测试一下 这根横线代表的阻力区 怎么样 本周是不是谈到这里了 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反攻呢 我觉得腰骨呢 就算了哈 那么整体的态势呢 是大型的下跌波段的一个停顿 但是发现空头越来越小了 而且多头有反攻的态势 有人说这有可能是下跌中计呀 也对啊 所以呢 怎么看的都行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确实是一个偏震道上行的小五浪 一二三四五 那么有没有可能继续上行的 也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带跌回来的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图不好判断哈 你看之前这些这来阵去 最后又下了哈 咱们也没有去研究它基本面啊 所以 呃 这图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如果去抄底的话 我们上次说过 趋势线放在这附近啊 但是有那么多的好图 为什么非得要抄腰股呢 赚钱快呀 刚我们挖挖掘了跑好多个百分之一百二百五百六百的 不是很很舒服吗 非得要挖掘这个是吧 嗯 那这个图做多就是画好趋势线啊 只要向下破位就离场 就没什么问题啊 那如果你向下破位老是被套着就不要去做了 这种喜欢被套的人 你就只能做龙头骨啊 我们看一下阿飞谁呀 奈飞啊 奈飞的图也是非常复杂啊 我们重新删掉 呃 那么他的一个图呢 本周的周线也是强劲的反转啊 呃 那么之前在这有强劲的反弹 他这个反弹其实不是实体的阳线啊 周线级别是实体 但是啊 但是这个呃 啊 日线图上是一个跳空啊 马上跳空缺口 我们画好一个上上一轮的趋势线 好 这样的话大家能感受到啊 他实际上再次啊 去测试这个位置的阻力 对吧 大概450一代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之前说要提防 提防什么 提防啊 再砸回来的可能性 这个位置 对吧 123 4 再砸回来可能性 但是啊 本周后三天都是涨涨 包括我们大盘也是哈 那么后三天啊 影响较大哈 特别是鲍月儿说话之后 那么包括大飞浓啊 他都是没有砸回来 那么这样的话 属于第四文了 又翻上去了 是吧 那么多头呢 应该重新进场做都啊 重新界定一个可能的趋势线 趋势线可以稍微平缓一点啊 太陡峭了也不行 那么后续呢 这个位置 450一代仍旧是阻力区啊 这时我们再要看空头的一个意图 如果空头非常的强势啊 有可能再洗一个盘啊 这龙头股就不要太害怕了 已经威上去了 害怕啥 那么如果是弱势的回落 应该继续追涨 是吧 为什么 因为啊 这两个上面这两根横线之间 还有个震荡区间啊 这个阻力区 不知道这个 当前这个算不算洗完盘了啊 对吧 那么也有可能就直接上去了啊 因为它是龙头股 他可能不想洗那么长时间盘 好 这个图呢 我们要关注啊 反转为多头了 反转为多头啊 也是和大盘一样啊 迅速的反转 那如果 呃 这 比如说周三这一天是大阴线打下来 那就 他就要继续走一个下跌五浪 是吧 这就是个反弹四浪的 下跌五浪 但人家就不那样 就给你弄上去 这就是变化了 多头呢 应该继续持仓看涨 嗯 啊 整体看来像是一个大型的洗盘啊 洗完盘之后继续涨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的周线图 我们在本周发现了强劲的向上突破啊 那么本周的周线也是一根大周线级别的阳线啊 但是由于呃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阻率区 他也需要一定的回落啊 洗盘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这 对 我们啊 有一天啊 周四 周二这一天我们说哎 有凸上去的迹象 我们迅速就说啊 要看回落直接情况 那么很显然 他在周三这一天仅仅是简单回落了一下 就继续涨了 啊 那么应该啊 画好这个趋势线啊 等待一个 再在这个阻力区的一个浅落 浅落之后应该去尝试做多 嗯 是吧 嗯 这是波音啊 波音的图呢 有时候上行太过迅猛啊 或者说啊 然后下跌就非常也非常迅猛啊 所以这更适合做波段交易啊 嗯 画好你的波段 这是波音 好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啊 台积电的图也反转上来了啊 周线级别 那么这样的话 构成一个潜在的右侧底部啊 下跌圈的右侧底部 这些趋势线呢 啊 都啊 暂时的失效了啊 我们应该尝试进场做多 对吧 他不愿意去升跌了 我们之前说要低防 他落下来 可能 仅仅是低防 但本周啊 强劲的反转 那么低防的概率 就会降低啊 我们就要反转为多头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对吧 啊 跌下来 没有去把这低点跌破 也没有跌破这程上去 那么止跌的概率会更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近期下跌趋势线 已经进入到了右侧的点位 是吧 只不过啊 本周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在观察是往下砸还是止跌 他选择了止跌 我们就应该跟着他的方向走 他的方向轻而易向上 说业绩不是不好了吗 有多少业绩好或不好 有什么重大影响吗 他只在某些时候有影响 当市场风向变的时候 谁管那个呀 对吧 说万一后面再跌了呢 那就市场又市场风向又变了 对吧 变来变去啊 多空商方都琢磨不定的时候 大家就要守好 特别是多头 就要守好我们的止损点就行了 甭管风云 奈何他风云变换 我们只守好我们的小止损 是吧 或者画一个几步趋势线 把你的止损点呢 沿着趋势线地调一调 对吧 就行了 不会天天风云变换的 那还了得 哪有那么多基本面 对吧 风云变换啊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哈 特别是多头 呃 我们看 我们把特斯拉看一下吧 特斯拉的周线头感受一下 你看 特斯拉其实啊 周线级别不是特别乐观啊 他的 本周周线也是 虽然是阳线啊 表明啊 在这个横线代表的支撑区呢 可能会止跌 那事实上也算是止跌 为什么 他又把收盘给收上去了 是吧 那么如果 他本周也是走悲观的情形的话 就麻烦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也是一个ABC 那么走奈飞那种图的概率就高啊 第四浪 第五浪 就直接反上去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啊 空头反攻力度不强啊 不强 对吧 而且周五这天收阳线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说周一周二 稍微横盘止跌 就可以了 就可以进场做多 如果还是大阴线呢 不要怕 下方带好止损就可以了 他涨和跌我们都能处理 这就可以了 不要特别关心涨和跌 好 这是今天这期内容 那么下期呢 我们继续分析一些热门的标的哈 好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再见 再见 再见